有車主近日在社交平台發問 只有的士在座駕右邊落客 但女乘客就打開左邊車門落車 照片看到的士上的女乘客經對馬路一邊的車門落車 車門就剛剛好擊中私家車右邊車身 令到她的倒後鏡及車身損位 有眼理的網民指示發地點應該是浸會醫院 的士落客位的確在右手邊 乘客應該是要由右邊車門落車 有網民說香港是有不小心開門罪 開門的人可能要負上刑責 但就有人疑問到底應該負責的是乘客還是司機 並且認為司機應該要提醒女乘客由落客區一邊落 有個台灣網民去到桃園的永安如港玩 在街市拍下黃新駭速消的照片 即是已經死了的蟹 每隻100台幣 而且已經超到 不少網民留言說 死蟹最好都是不好吃 其實香港食安中心早已呼籲 不要買已經死了的蟹 因為細菌會在死蟹裡大量繁殖 而且很容易變壞 早前河南就有個男人 在進食隔夜大集蟹之後 電感發作 最終確診患腦磨炎 中央電視台曾經委託實驗室 檢測大集蟹和梳子蟹 發現大集蟹死後2小時 菌落的種數激增2乘2 死後5小時 檢測含有生物氨類物質 雖然未足以導致中毒 而死後24小時 菌落的種數增長至5乘5 至於梳子蟹 研究發現它死後24小時 傳理身體的菌落種數 才開始增長 負責那個研究的研究員說 死蟹體內的微生物 會快速繁殖 導致菌落的種數消飆 就算經過高溫烹煮 都無法完全鮮滅微生物 多個社交網站群組流傳圖片 有女乘客攜帶大量行李 在深水埗北河街燈上巴士 包括一個大行李箱 以及用手拉車拖著3個透明膠箱 有網民透露 該女子強行上車 司機最後尋求警方協助 由於那個箱裡全部都是衣物 有網民爺預計她在巴士搬屋 不過都有網民同情那位女乘客 可能真的因為經濟困難 才出此下策 辛巴回覆我們表示 那名乘客在北河街巴士站上車時 攜帶多件行李 因拒絕放好阻礙通道的行李 兼指罵車掌 車掌唯有報警處理 那名乘客在警員到場後離開 事件前後令到巴士嚴誤40分鐘才繼續行程 樓市急劇降溫 低價的成交個案不斷 不少地產代理的宣傳標語 都充滿創意賣慘 希望可以成功賣樓 有網民在網上翻文 分享一張佳招 見到業主打算出售元朗上月 使用面積439尺的單位 開價賣560萬 或是賣樓壯庫 但網民一面倒沒有同情她 另外有人質疑張照片是P圖 我們翻查資料 發現2018年曾經出現一張99槍市的照片 賣樓壯庫的原句是業主求死 其餘資料 張貼的位置 和相片的背景完全一模一樣 當時我們曾經查詢有關地產代理 獲回覆只是寫錯字 本來想寫業主求售 根據中原地產網站顯示 今年10月上月有3單 使用面積是426至440尺的單位出售 成交價格550至600萬 另外在地產網站 House 28的同樓單位放盤 最低叫價507.8萬 就算買家不坐價 她的叫價 已經教網上流傳的這張街招 低超過一成 英國一位42歲的媽媽 Emma Sharbert 22歲時結婚 有兩個子女 幾年前和前夫關係出現問題 最終於2020年決定離婚 失去生活之處的Emma 立刻變得沒有動力 當時的她缺乏自信 生活少了靈魂 但後來Emma被歌手Katy Perry的歌 《Rawr歌詞》中的正能量激勵 Emma在生活上作出了180度的轉變 例如她會去到健身室做體能訓練 也改了飲食習慣 並逐步戒煙 開始注重體型外貌 還將本來只是黑色衣服的衣� 轉為短裙 高跟鞋子和不同色彩的外套 亦會打扮、塗紅唇和保養 看起來性感有魅力 比起原本的歲數更年輕 與以前完全不同 雖然曾經受過婚姻打擊 但Emma現在的內心變得強大 不會拒絕愛情 還會在交友情色Tinder裡面認識朋友 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子 Emma還說現在的她更喜歡笑 這個只是開始 綜合愛媒報導 美國亞利桑拿州一間中學 有女老師在課室拍成人影片 但就有八年級學生意外在網上找到她拍攝的影片 更加發現很多場景 都是平日上課的班房裡面 包括她的座位 令她相當震驚 於是就告訴了父母 事件傳開後 令大批家長不滿 走到學校抗議那位老師的行為 而且有指 那位老師有一個公開帳戶 分享連結到她的色情網站的超連結 批評她的行為歌憤 甚至她還在學生座位桌椅上拍片 家長表示 乖乖繳稅 不是為了付錢她拍色情片 強調教師是瘦身教育小朋友 應該要有更高的道德標準 面對群情洶湧 學校回應 說攝氏女教師的影片 並不是上課期間拍攝 亦已經辭退了這位老師 由於她的行為未必涉及犯罪 目前警方未有起訴她 史上最大的魚 又再度刷新紀錄 最近有一群海洋生物學家 釣上了一隻人類史上紀錄以來 最大的番車魚 為了將這隻巨大的番車魚 搬到磅請上 他們借了拖釣車 將魚 由海裡拖上岸 稱重後 就發現這隻長達3.25米的番車魚 竟然重達2.7公噸 打破了建力士世界紀錄 發現這條史上最大番車魚的生物學家表示 這樣象徵著海洋系統的生態相當健全 可以孕育出這麼巨大的生物 能夠發現這隻番車魚 實在是相當幸運 這條文竟然是相當健康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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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沒有歸屬感 網民說 始終從小到大都在香港生活 但是當自己去到外國的時候 沒有這一切熟悉的事物 又要重新適應外地的文化 更加不要說根本沒有當地民族的歸屬感 第二 離不開 comfort zone 無可否認香港是個生活便利的地方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香港生活方便 就顯得外國的環境相對不太方便 除此之外 有網民就認為親人朋友都在香港 不想自己一個在外國的感覺就更加強烈 於是離不開自己的舒適圈 第一 錢作怪 網民認為18至25歲年齡層 不移民的最大原因是因為沒有錢 因為除非家人肯資助 不然也不會有足夠資金離開香港